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国拼赛国外参加球星挑战的赛 而樊振东呢,则在这一次比赛期间收到了一个重大的打击 他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呢,已经被王楚清给夺走了 他的一个世界排名呢,因此掉到了第二 这也是啊,樊振东呢,在994天之后呢 首度丢掉世界第一,应该是一个非常打击的坏消息 而只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次王楚清意外登顶之后呢 我们看到,除了他上热搜之外 刘国良呢,也因此受到了不少的质疑 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和各位球迷来具体分享一下 那么从目前来看,其实王楚清之所以能够超越樊振东登顶呢 主要是在最近两年的成绩不错 而且参加世界各大赛得到的积分 比樊振东的有效积分更多 所以呢,顺其自然就来到世界第一 王楚清凭借的是自己真正的实力 而这一次其实刘国良之所以备受质疑不公呢 主要是因为在之前王楚清参加多项大赛的时候呢 樊振东啊,都被安排休息 他没有办法争夺更多的得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在整体的一些世界积分 累计方面,樊振东对比这些年轻球员是更加吃亏的 他调到世界第二的话 有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在之前参加那些世界大赛 比王楚清要少 所以最终呢,就会稍微吃亏一些 因此很多球迷才会觉得说 我们教练组为了成就王楚清登上世界第一呢 不惜牺牲了樊振东的利益 当然从目前来看呢 我觉得球迷呢,不开心可以理解 毕竟自己喜欢的球员呢 到调到世界第二被其他的队友超越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呢 其实这一次樊振东掉到世界第二呢 还代表着另外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我们国平呢 终于有一些年轻的一代球员呢 成长起来能够接过他们的班了 从一个整体的大局来出发的话 我觉得对中国队来说整体是好事 因为在之前其实在马龙啊 逐渐变老之后呢 大家都觉得说整个中国队只有樊振东靠得住 其他球员呢,没有一个能够打出来的 现在呢,王楚清打得出来 大家就质疑呢 是我们国平教练组安排的不公 其实我觉得呢 确实是有些矛盾的说法 我觉得如果说从我们国平整体的利益出发的话 不管是王楚清还是其他年轻球员 能够超越樊振东 马龙他们来到世界底 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他代表着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优秀接班人 代表着我们国平将来可以持续啊 依靠着这批年轻球员继续辉煌 代表着我们将来啊 还有机会能够为国争光 何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呢 所以接下来一方面要祝福王楚清 当然也期待 樊振东在后续能够绝地反击 重新夺回自己世界第一的宝座 不管是谁能够拿到这个第一啊 只要他们努力付出了 我觉得都值得球迷的尊敬 也希望呢 我们在本次球星挑战赛取得好成绩 好了 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